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在家屠四壁的环境下胡思乱想 那么俄乌战争一年以来 由于俄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那普京整个人都变了 最开始他还能去演讲 还能各地跑跑 那么随着俄罗斯进展实在是太顺利了 所以普京认为他太顺利了 所以破坏分子就很多 西方境外势力也越来越多 导致普京不敢坐飞机 只敢坐火车 到现在坐火车的时候也越来越少 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克里姆林宫 那么事情发生在2023年的3月4号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一个特殊的年轻人 他叫阿克马特·卡德罗夫 这是车臣这个车臣都督 车臣王小卡德罗夫的长子 也可以叫他小小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三世 或者说车臣的那个大太子大暗子 都是他 那更为准确一点说 他现在是车臣第一家族 也就是卡德罗夫家族第三代的顶梁柱 卡德罗夫三世啊 就属于他干啥都比别人快上半盘啊 你看从那个从他身上就能看出来这军阀世家是怎么培养接班人的 今年他十七零零后啊 你放在中国的话 那他这个 他这个年纪还是个高中生呢 十七岁 念高三是吧 那可能他还得在车臣啊 这个发表发表演讲 格罗兹尼发表演讲 我就是一个来自车臣的土竹 哎呀 车臣穆斯林啊 我不能说猪是吧 我要到莫斯啊 我就是一个来自车臣的土阳啊 我要到莫斯科去拱白菜啊 我要到圣里德堡去拱白菜啊 要么说这个格罗兹尼凌晨六点的天很黑 但是考上六百分很美 是吧 那在车臣嘛 那这不是中国啊 这是车臣呢 他现在呢已经是担任过一系列的职位了 而且是经历过乌克兰战争的考验哦 虽然是他所谓的考验呢 就是在自家门口 穿个这个防弹衣啊 拍个照片 但是那和同龄人相比 他这履历很丰富了 他算得上是后生可畏 普京这个 这个会见他的理由啊 接见他的理由 这个说是 祝福他啊 新婚大吉 那么 反正他确实是比别人快办盘 结婚都比别人早 那 卡德罗夫三世呢 他现在的身份是全俄公共儿童和青年运动 车臣 共和国分部理事会主席 当然普京跟他呢 也不是讨论什么儿童啊 青年的问题 而是跟他讲了 就是他祖父老卡德罗夫 就是这小卡德罗夫 他爸啊 这卡德罗夫一世 老卡德罗夫的事 那按照报道 就是普京这次会见呢 在舆论界影响很大 因为过去的20年 普京只单独接见过一个车臣代表 就是现在这车臣的车臣都督 车臣王 小卡德罗夫 那么 时间回到2004年的5月9号 当时是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59周年的纪念日 第一代车臣王老卡在这个车臣首府参加活动的时候 遭到了恐怖袭击 遇刺身亡 那么 当时还在莫斯科红场进行阅兵活动的普京 立刻就召见了小卡德罗夫 就卡德罗夫二世 最后就把他推上了一个车臣最高领导的位置上 那据说啊 就小卡这一辈子只宠拜两个人 一个是他爹老卡 另一个就是普京 那老卡去世之后 普京就成了这个小卡最宠拜的人 除了他啊 我们谁都不认啊 那么从那之后 小卡就成了普京啊 唯一说单独会见的车臣代表 然后这一次普京又是单独会见了卡德罗夫三世 小小卡 那舆论界肯定就 沸腾了呀 对吧 这有瓜吃了 有新闻爆料了 那么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花群众 我觉得啊 咱要从这几方面来吃这个瓜 那首先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西方媒体口中啊 普京之所以接见 17岁的小小卡 这是因为小卡身体不行了 德国那图片报 他就声称说小卡有肾脏问题 从而是心沉耐泄出问题了 面不浮荣啊 我看过那照片 整个人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啊 你就是 他一个穆斯林 然后肿得跟猪头一样 别人那死了都是上天堂 享受72个处女 那他这猪脑的这真主肯定个人啊 所以那肯定得给他打进18层地狱 他就得享受72个比利海灵顿啊 那反正那个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中啊 小卡病得很严重 所以呢 普京这非常着急接见了17岁的小小卡 想把他扶成车臣新一代的这个代理人 那简单来说就是俄罗斯内部局势不稳啊 所以呢 普京是焦头烂额 那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啊 他肯定是没什么好话 负面为主嘛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啊 那西方媒体是基本上报道俄罗斯都是负面的 就很少有正面报道 但是这也不怪西方媒体 你他妈俄罗斯政府 你一点正面东西你是没干的 但凡是你有点合理的 都不用说这个特别正面的 有点不那么反人类的也行啊 可惜没有 可惜没有 你俄罗斯这一年干过他妈什么好事 对吧 那媒体你报道的时候呢 再加点自己的异想成分 于是那这就好看了 比如说普京身体不好 面临政变 然后普京在自己四十米长的桌子前面放声痛哭 等等等等 就这些新闻 那甭管是西方他传递的真实性如何 你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就是卡德罗夫家族第三代的拜议人已经走上了明面 那对于小小卡德罗夫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现实当中啊 这卡德罗夫家族呢 在车臣这是统治地位 对吧 那他的这个地位啊 就是不仅是因为老卡呀 小卡呀都是车臣嘟嘟都是车臣王 还因为车臣在关键位置上安排的都是他们的人 由于小卡呢 他是有普京无与伦比的信任 所以他急于把家族下一代放在关键岗位上 你万一普京明天不信任了 不信任我了 那我再把自己的家里人安排进衙门当官当衙内 这就这事就干不成了 你看这个小卡的女儿 他二十多岁 现在是车臣的文化部部长 然后小卡的侄子也是不到二十 就开始担任车臣内部的一些行政岗位 他今年小卡的侄子叫卡姆扎特 他今年应该是二十六还是二十七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车臣的副总理 那从小卡的视角来说 每一个卡德罗夫家族的人走上车臣的关键岗位 都意味着什么 这个家族在车臣的孔治地位就要稳固那么一点 但是你要保障 家族在车臣地位长久稳固 第九天长永远是家天下 小卡老卡小卡 然后小小卡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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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卡 你永远是这一批人的话 就跟那个北朝鲜似的 那你就必须得尽快推出来第三代核心 那按照车臣的主体信仰 你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 这个女人他是没有什么继承权的呀 所以接班人这必须得是男性 那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说 侄子很明显不太靠谱 没有这儿子重要 对吧 那卡德罗夫的儿子里边 这阿赫马特卡德罗夫就是小小卡 他最年长 别看他17岁 但是他岁数最大 他是这些儿子里边岁数最大的 那推出第三代领导核心 你首先你得获得 你毕竟是一个地方军阀 地方割据势力 你得先获得皇上 得先获得领袖的认证 对不对 所以这才有普京接见小小卡德罗夫 那他要是想获得普京的认可的话 你得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否则的话 你没什么事 然后你突然就就驾临克里武林宫了 这多少有点 有点打人一个措手不及 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那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这时候很合理 乌克兰战争时期 普京用人之计 那对于这卡德罗夫家族 那也是非常之依赖 你不仅是需要车臣的抖音军 当然你车臣抖音军倒是没什么 没什么战斗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特别需要车臣稳固啊 千万别 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小卡把刚结婚的 这17岁的长子推到普京面前 那这算是培养第三代核心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小卡这肾病很严重 连肿的跟猪头一样 那可能不严重啊 不是猪头啊 是羊头 反正或许这个他得病啊 他连肿啊 这事就是子虚乌有 但是卡德罗夫啊 小卡德罗夫有没有病不关键 培养第三代的核心很关键 普京呢 之所以给卡德罗夫三世 讲述他祖父的故事 也不是像讲故事那么简单 这跟侧面也讲什么呢 讲我普京跟你卡德罗夫家族的关系 这个是第三个视角 就是从普京的 刚才讲的是从卡德罗夫家族的视角 来分析这件事 现在从普京的视角来分析这件事 那么车臣战争 这是普京的龙兴起脸啊 那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 普京是刚刚走上权力中心啊 大展身手 那当时呢 这个老卡 老卡德罗夫 他还没当车臣王呢 没当车臣都督呢 那他呢 知道跟俄罗斯硬刚下去 没有什么好结果 就跟普京暗通还取 默契配额 让普大帝顺利的拿下了车臣 那战后论功行赏 普京自然是 你不能忘了这个老卡呀 所以给他推到了车臣王的位子上 车臣的分裂分子不满 老卡跟普京这样合作 于是就给他干掉了 那么老卡死之后 普京把小卡推到了车臣王的位置 小卡如今在俄罗斯也是只忠于普京一人呢 梅德维杰夫是谁呀 对吧 什么苏维罗金是谁呀 邵伊古是谁呀 滚 人都是这态度 那实际上呢 普京给小卡的 就我觉得该给的已经都给了 够多了 就卡德罗夫的媳妇都以 都被普京授予这个 什么俄罗斯英雄母亲的称号 能给他们家的都给他们家了 那这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 小卡还只是个少将 战争爆发没多久 就升级为中将 然后年底年底的时候又又晋升为上将 那跟跟跟做火箭一样 那俄罗斯目前啊 现役的最高军衔是大将 如果是把小卡提升为大将的话 这在俄军的系统里边 没人能制衡他了 所以呢 小卡把家族的年轻人 往车臣的重要岗位上安 那普京呢也只是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他面临的问题是 普京对于小卡呀 有点赏胡可赏了 那这对于政治强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而且普京年事已高 70了 卡德罗夫40多 政治壮年 如果普京挂了 嗝了 那这个 对吧 完了 BBQ了 那后继是俄罗斯的领导人 能不能约束住小卡 很成问题 当然了 如果是俄罗斯 还有机会 有后继领导人的话 那么 对于普京来说 现在这种情况啊 就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让卡德罗夫家族的第三代走上前台 让小卡淡化这当中的影响啊 逐渐就靠边站 成为这车臣一个太上皇或者是一个符号 这也行啊 对吧 毕竟第三代很年轻 有着巨大的晋升空间 政治上呢 也比较智能 就是好管 容易约束 那么什么样的理由能让这个小卡靠边站呢 健康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借口啊 肾病连肿了 当然了 这可能就也 我也是一个猜测啊 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卡德罗夫三世啊 小小卡德罗夫走上前台的过程会非常曲折 不过很快 可能父子争权这种奇观场景就要上演了 毕竟车臣他可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啊 逐水草而居 石突无援 望君臣略昏幻 他们可不像东方大国这样 以孝至天下 对不对 好了 关于车臣的第三代领导人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